Hello 大家好 我是H&N的Yan Yan 很久沒跟大家說話了 我之前的幾個都是唱歌的 我有一隻學生說有些朋友說他唱歌很漂亮 就問我怎樣可以解決 而且他不覺得自己唱得漂亮 當然不會覺得自己唱得漂亮的 沒有人說自己很喜歡唱得漂亮的 怎樣分析過不過時之前呢 我們先看影片吧 剛才那段影片就是葉麗儀的《上海灘》 也很耳熟能長 我不是說他很漂亮 只不過他唱歌的味道是很濃郁的 再看看另一個例子 你聽一下妹姐的聲音是跟葉麗儀的 起碼差不多10年 那為什麼會覺得這麼大分別呢 其中一個就是轉音 例如那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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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線的轉音 現在 是不會唱的 或者不可能現在 那時候梅艷芳都已經沒有了 所以你想想 如果現在的流行曲 如果你也是這樣 因為如果要聽到 聽到應該會有一點 年紀 那 給我一個更現代的例子 就是劇集《唐生峰副3》的 《我本無罪》 又是那些拉音 這首歌夠了現代 但聽起來也知道不是最…前衛的作品 另外咬字的潤色也是比較圓潤的 聽開劇集的歌 聽完菊姐之後我們再聽一首年輕一點的作品 會再有期間跟著競比賽 再逃遜就算有些感覺 別腳收放開 現代的唱法有兩個很大的特點 第一個就是剛才對比起轉音就是直 好像剛才我們聽了那首《越難越愛》 吳若熙是會斷開的那兩個轉音 就是廣東話的轉音 就會斷開就不會 就會斷開 兩顆clean的音 另外一個就是 外國人都很流行的叫vocafri 就是那些 別揚手 別揚手 那些特徵來的 如果你把舊歌加上新的元素 fri和直就會聽起來很新潮 浪奔浪流 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關於唱歌的問題 都可以問我 在下面留言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還好涼的這個字 是不是都好涼呢